伊朗太多很清楚 你只要不还击 这事情就结束了 就算报复完了 好 那来看看 那中美关系跟欧洲之间各种进和呢 德国总理萧之抵达重庆了 看到他下飞机的画面 有红地毯铺了来迎接他 这次正式展开的访华之旅呢 包括了有带环境 农业 交通 三位内阁部长一起随行 同时更有很多的企业负责人 包括西门子啊 B&W啊 宾市啊 这些重量级的 那因为中德双方的贸易呢 总额达到2530亿欧元 所以这样高的贸易额 依赖度也让这个 宵斯必定要希望跟中国 保持一定的关系 这次第二次的访华 外媒怎么分析此行的目的呢 被说像中国龙低头吗 仿中被一些人解读为 所谓低头的概念是说 德国经济在很多产品跟原料 仍然高度依赖中国 所以经济景气低迷就被迫 还是中国市场这边不能断 但中国的东部德国商会会长认为 这是好消息 表示坚持开放市场 失去这个市场 比我们通过对中国商品 征收高关税的利益 仍然依赖大陆的企业比例 已经降到了不到40个百分比 所以去路的去到大陆去的去风险 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 当然国内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而美国呢 叶伦到IMF年会的时候 仍然强调中国产能过剩 就一讲再讲 就是你们中国就是产出太多了 所以影响到其他我们的市场 威胁到你们低价竞争 想急着把货倾销出去 但是是不是真的产能过剩这一点呢 堆积在欧洲港成为停车场的 中国电动车 真的是有这回事吗 那么当然这个欧洲业界高层就说了 其实大陆电动车 这个产能过剩的书法 是主要造成该问题原因之一 甚至部分中国品牌车 在当地停留达18个月之久 把这个停车场当成仓库一般 但其实业界知情人士是说 其实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港口成为进口车舱的主要原因 是销售放缓 物流瓶颈送不出去 甚至有些公司印了运输船 却排不到后续的运输 船运也是一个问题 那甚至特斯拉订走了很多的卡车 让车子运不去 才是卡住的主要原因之一吗 大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则是回应 中国的电动车企业 不是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 美欧指责的产能过剩毫无依据 那么美中的贸易大战呢 美元现在还有优势吗 从恶物战争之后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美元独霸的世界已经变了 那当然不是唯一的货币交换 说了算的时候 2013年的出口国际市场 我们再来算一算 大陆已经连续7年贸易 出口额已经都占世界第一 以数字来看 中国出口国际市场的份额是 14.2个百分比 进口呢是10.6 跟2022年比起来都是处于持平的状态 7年都保持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的地位 华盛顿邮报说要小心 中国2.0版冲击要来 要做稳一点 说因为廉价的中国商品 对全球市场来讲 本来就不陌生了 但是产能过剩 可能更会剥削在美国的企业 工人的利益 导致供应链过度集中 所以这种反中抗中 避免被中国抢了工作 抢了生意的这种氛围 也让拜登继续 更多的319家中国的企业 列为10体黑名单 昨天我们特别讨论了说 这已经川普 川普记录都超越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去中化 或者是在全球供应链 要切断的情况之下 全球联合去美元化 会是一个趋势 这种趋势严重 当然这是最严重的分析 会是美国政府垮台 当然美元要真的完全去 有它难度 这不容易 但是在个分析里面 是认为说 因为拜登错误的 把美元当成武器 才会意外的引起 全球去美元化 不可控 回不了头的一个趋势 但如果美债开始滞销 甚至发生三成 美债卖不出去的这种状况 美元也不再是成为 最唯一的国际货币的时候 越来越多元 当然要取代它 也还有一段时间 但对美国的冲击 必然很大 我们来看看德国 亮哥怎么看 当萧芝到中国去访问 代表意义 我觉得萧芝这个就是 用市场的方法来做谈判 不像美国那个就瞎掰一个概念 市场产能过剩的定义是说 你投入过当的生产因素 然后产量远超过市场的需求 过于求很多 对 那我们就来看 欧洲 欧洲目前的电动车的比例 市占率是15% 整个汽车 汽油车 汽油车占36.3% 油电混合24.3% 那中国大陆是全纯电动车 15% 而且这15%也不是都是中国在卖 所以欧洲的电动车的市场 距离产能过剩还早 所以我就不知道 叶伦那是什么概念 坦白讲叶伦 这次提出这个概念 已经让他的经济学的权威 荡然无存 人家就直接把你当作 跟拜登一样的政客 这毫无逻辑可言 所以你对比德国 德国就是用市场谈判的逻辑来走 就是说 我希望能够降低依赖去风险 所以他也要求中国要相应 开放更多市场 给德国的公司 那他另外 事实上德国企业已经走在前面了 他就要求中国要合资 不能说电动车都你赚 那你也要分一点给我赚 那当然他也可以另外要求 说中国的电动车可以到德国设厂 增加德国工人的雇用 这个都是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萧芝这次的访问 等于是给美国那种搞法一个巴掌 而且萧芝在访华之前 还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他去登录抖音 你不觉得很故意吗 真的 对不对 就是讲白了就是 他对美国那种做法实在是不以为然 不知道你干嘛去登录TikTok 而且马克宏也有登录TikTok 所以我觉得现在逐渐的 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有点 是不是说在拉拢欧洲 事实上我们知道王毅 他去访问欧洲的时候 去访问了法国跟西班牙 事实上他也讲出了 他在西班牙跟西班牙外长见面的时候 他就公开讲 他就说 西班牙首相我说错了 他就说 只要中国跟欧洲能够团结 心冷战就打不起来 其实这句话是有深意的 非常聪明 就是说 所以他 我觉得中国大陆知道 那个中国投资协定 因为欧盟很复杂 过不了 因为里面有一些国家是亲美的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一个一个急迫 就是我本来在中国投资协定承诺的 一些开放利多 那可能就针对法国 针对德国就个别开放 我觉得他可能会这样做 那这样就是要争取 中国跟德国 中国跟法国 然后做 根据市场逻辑的一个 该有的一个商务谈判 然后来对比 美国的不合理 大概是这样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德国总理率着包括官员 包括企业代表团 一起访问了中国大陆 被认为这个意义 对于欧洲 对于中美对抗的态度 有了很大的变化 江青 这个德国总理带了西门子 带了BMW 宾斯等到中国大陆 就希望中国大陆多买他 多买德国一些东西 因为德国对中国大陆的产品 它是入钞 入钞的话 它每一年的话 584亿美元的入钞 那非常的多 欧元 欧元的话584亿欧元 今天的话 一欧元是等于1.07的美元 就是590亿美元的入钞 你叫做贸易赤字 那希望 那带这些厂家干嘛 就希望中国大陆都下一些订单 买这些西门子 西门子好多产品 电子什么商务 还有一些的 我们讲到的人工智慧 还有一些那些工作母机 都是西门子 西门子电子装备 产品是非常的多元 包括大众运输 捷运 非常的多的 对 就是希望买德国的 因为这样降低德国的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 是这样 其实跟美国的状况是一样 那美国这次夜轮 到中国大陆去也是一样 希望中国大陆 多买一些美国的产品 但是问题是 美国产品东西贵 也不见得好用 那大家就对中国大陆 美国对中国大陆 德国对中国大陆 那都是继续维持贸易赤字了 那看怎么样去平衡 那现在夜轮现在说 这个中国的产能过剩威胁 产能过剩 它是个理由 最重要是中国大陆 人力成本低 人力成本低 那自然它的产品价格 就会低 产品价格就低 大家就买中国大陆的东西了 变成这样 变成中国大陆的市场多了 那就变成 大家对中国大陆 就变成贸易赤字 那中国大陆一直在享受贸易顺差 是这样 中国大陆一直赚很多的外汇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越来越来越讲这个 那产能 怎么会产能过剩呢 是因为价格便宜 变成物美价廉 那一些中产阶级 他买一起高档的 都买这些 我们讲中端的 中阶的这些产品 那刚好 就是中国大陆的产品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产品 有这个优势 是因为成立成本 中国大陆的现在的国民所得 是一万三千美元 其他的美国都已经到七万美元了 当然他的人力成本很高 这是结构性问题 没有办法一时两刻完成 那另外我们讲的美债的问题 美债现在我认为短时间 说要去美元化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大家还在买美元 英国还在买美债 日本也在买美债 都在买美债 所以美债还是一个强势货币 没有人敢跳出来 跟美国讲说你那么多的国债 又抛售了那么多的美债 美国这个美元的霸权 该下台了 没有国家敢跳出来这么讲 因为大家都吃了太多的美债 但已经多元交易越来越普遍 对 除了多元交易变得普遍 是 事实 这是被人慢慢取代 被人会有这个趋势 但是一时两刻 没有办法完原 让这个再取代美元 当然去美元化没那么快 但其他有更多交易市场的替代性 这才是可能造成的威胁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刚刚以前美国的媒体 把欧洲这个港口画面里面 满满都中国电动车 被停在这里成堆成山 说产能过剩的时候 其实这个中方当然 给你的反击 教授你怎么看呢 2022年纽约时报的一个标题说 中国的烧煤太多 全球气候变迁受害 2024年他的标题就最近 他说夜轮警告中国 不要释出太多清洁能源 哈佛的商业评论 2014年说为何中国无法创新 2021年说中国的创新优势超越美国 2024年 他说美国跟欧洲要合作来阻止中国的创新 各位我们现在看汽车出口 国产车 李军在当地做的 德国的国产车 在德国做的出口 75% 这还不算他在世界各国做的 日本50% 韩国70% 中国在中国大陆做的出口的 只占他全球的当年国产车的15% 这很低了 谁在产能过剩 谁在产能过剩 心情绪处 所以其实很简单 便宜的东西你做没有问题 贵的东西 先进的东西 有技术的东西你不可以做 我没办法赚钱了 你要超越我的技术了 你要抢走我的供应链了 对不对 就是你的错 所以我可以全世界行销 但你不可以 对 所以这个东西